他如果提供給我們坐標 我們可以將坐標輸入到駒駛室 結果訊息是失聯的民眾是一面男性 大概40升 冰則上我們就以13K的位置 從那邊開始做搜索 山綠搜救裡面其實我們最困難是搜 大海撈森或者是整個山野在找 所以當然就會花很多時間 這時間拉長 對我們整個戰力消耗是相當的大 現在搜救以七天為期 但得以延長的方式 實務上往往都是必定延長 而消防員的心理壓力也越大 目前你剛剛有沒有一個相關的 一定要搜尋到什麼就可以不搜的 相關那個規定 那個人本身一定是做了很好的準備 那這樣的人有多少 老實講非常非常的少 七天以後的都是什麼樣的事情 都是找屍體 這種長期搜山是他們最厭惡的一件事 尤其是高山地區 找屍體不是消防的工作 因為消防的工作是緊急救護 面對棘手的山難搜救 消防除了一邊用高額罰款企圖降低 爬山的人數成效之外 所以該被解決的難題 其實是 限定救援即便是義務 但也是否該有基本款的義務 我們要立一個基本款 我們只用在有限的能力 就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頭 做有限的這個怎麼樣的 一個搜救活動 要突破長期搜山的困境 台東消防局內部擬定草案 名稱改為山域搜救條例 要求山友得有留守人制度 並明定自我全責 只對搜救做管理 訂出前七天是義務性質的 基本搜救期 它需要有限的搜救 我們就會 它就需要負擔這個搜救費用 我們也定義我們的搜救時間 也會定義這個 如果後續要延長這個搜救時間的時候 我們所需要 衍生的一些費用 需要由這個 由他們來負擔這樣 也就是說 未來山域搜救 如果分成基本款跟進階款的概念 代表消防更可以明確地定位 以及規劃自己後端管理的權責 我們沒有去要求這個 管的不是它登山行為 是針對後半端的搜救的部分 或許這才是開放山林後 政府避免基層責任被浮現上綱的首要 這種人力跟物力這種條件 加上時間 期間 規模 強度 譬如說颱風天我就不出情 直升機派遣出動的這個前提 派遣的條件 可能也可以列入這個所謂的基本款 進階版本 需要民間搜救隊的進入 還是政府繼續 收費標準又是如何 可以再討論 而且山友也呼籲 希望思考山難救援 是否該由中央成立專責隊 有能力 然後平常也有在登山的這個 雙王隊員 然後集中在這樣子的一個地方做 做一個專業 再加上加強的訓練 跟譬如說跟國外的這個 相關搜救隊做交流 然後提升他們的能量 中央雙王隊 你要增加人數的成本 各方便 這個我想 同時我剛剛提到 災防說是一個地方失誤 你沿水救不了進火 你很深入度遙遠化 你對那個地方的路況山況 各方便 所熟悉了解的話 事實上一定會大打走過 既然明確拒絕 那麼增加山域救援能量 擴大現有的機能性一消 或讓山上的協作 更多參與模式 還可以更成熟 20位就是好手來 協助我們就是 消防局 在之後的山難案件上 可以就是 互相協助這樣 此外 各山林主管機關的人力問題 也該做通談檢討 他們其實一直都默默的在 去 去支援這些山難的搜救或什麼 他們常常還扮演藏儀社的工作 那個遺體是他們幫忙背下來的 其實照理說這都不是他們的執障 健全我們的山域的活動的環境 這塊的人力需求不能夠忽視 另外也有學者認為 如果盤點完消防能量還有所不足 也考慮優先讓民間的商業體系先行進入 透過服務費的機制 扶植產業的發展 讓這個產業它可以去協助更多人 在第一時間的緊急危難 它可以獲得生存的機會 第三層 景銷 或是甚至是易銷 它再進來 很多事情是可以給產業 對 但是政府自己攬下來做 但是政府又做不好 救災人員的辛苦 不能只是被民眾心疼 情緒之外 政府的思考 補足能量是一種 但也得更動思維 現在的政府執行是以 我有去救援來設計制度 或是我有完成這個事項 可是在國外所有的收救 是我有救援成功 這個制度該怎麼設計 兩個的邏輯思考是完全不同 而政府明鏡開放山林後 消防署則承諾 將轉向 只負責後端災害思考管理 其他包括一些行政協調 溝通聯繫 各方面 那個商業主管機關那一部分 就不宜了 放在我們的 所謂知識條例那一塊 他認為我們 這個 消連的話你就很單純的救災 終於要轉向 將權責明確規範 但中央還得更積極主動修法 避免讓第一線弟兄 承擔超額責任 才能有效解決困境